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出品 第453集 云墨星号飞船在暗宇宙中 以50倍光速的恒定速度前进人 飞船控制室内 罗峰狄伦二人都坐哪里 迪伦 以你经验 我这次任务怎么做 才能获得尽量高的完成度 最好是百分百的完成度 罗峰看着面前的黑袍光头迪伦 论经验论见识 自己和迪伦比的确差很多 这第一次执行任务 罗峰也不敢怠慢 这四个分任务中 反而最麻烦的是那 杀死十二亿目标 毕竟人太多太多 一旦真的动手 会引起组织目标恐慌逃逸 一点二亿人在宇宙中乱逃 想要个个杀干净 根本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 迪伦正中道 罗峰微微点头 宇宙浩瀚 随便躲在宇宙某个嘎啦 要找很难 所以四个分任务 击杀一点二亿目标 需要非常小心 不动手则是一个都不动手 如果动手 必须快如闪电 在极短时间内 将一点二亿目标 给屠戮杀光 明白 罗峰点头 而击杀两大不朽神灵 要害杰弗里斯 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第一轮眉头紧皱 双眸目光悠冷 任何一个不朽神灵 都是非常难以杀死的 更别说一个 风猴级不朽神灵 而且但消息泄露 引起对方提前逃跑 透过神国传送 可以瞬间传送到宇宙中 极为遥远目的 想找都没法找 罗峰连点头 是 这点绝对不能大意 四个分任务 击杀要害杰弗里斯 失败是要扣完成度的 失败不但得不到完成度 反而倒扣啊 第一轮正中导 罗峰点头 假设自己完成 其他两个分任务 连续亲手击杀了四大戒主 得到55%的完成度 将1.2亿目标 全都吐露光 得到15%完成度 可一旦没能击杀 两个不朽神灵 那可就是要倒扣 30%完成度 最后只剩下 仅仅40%完成度 最后就是 亲手击杀任务 狄伦微笑起来 其实 这四个戒主 对虚拟这公司而言 并不重要 可他们的实力 刚好给你练手 算是对你实战能力的 一种考验了 罗峰点头 四名戒主 两个戒主一戒 一个戒主二戒 一个戒主三戒 让玉主及九戒天才去杀 这种事情 恐怕也只有虚拟肉公司 才会安排 而且这亲手击杀任务 占的完成度很高 击杀四人 就能得到55%完成度 比基上那两个不朽神灵还要高呢 狄伦笑呵呵 不管罗峰还是狄伦 对于虚拟肉公司 屠戮1.2亿人 只是惊叹震撼 却没有丝毫反对不满 因为罗峰和狄伦 一个拥有传承记忆 一个是活得寿命很长 地位很高 所以 二人都很清楚 浩瀚宇宙中族群的争斗 是何等惨烈 就算一些潜伏到人类中的其他族群强者 一旦暴露 逃又逃不掉 发疯似的屠戮乱杀 恐怕能杀死万亿人口都不值 所以 一旦判定是背叛整个人类族群 再为其他族群做事的 一律杀无赦 殿下 从这道红尘形 以允墨星号速度 大概需要16天 殿下 你先去休息吧 狄伦笑道 罗锋点头 当即回了休息舱 在罗锋回休息舱同时 一丝一丝 就迅速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进入虚拟宇宙紫经岛 虚拟宇宙紫经岛 这一座耀眼无比的 通体紫经构成的 一眼看不到尽头岛屿 就是潜无分布的办公点 特使 特使 罗锋行走在威俄主宫殿内 一路上 那些狱主 借主 乃至不朽神灵 见到罗锋 都恭敬行礼 片刻之后 罗锋就来到了一座 接待厅门口 罗锋 罗锋 赶紧过来 第九君主都来了很久了 紫殿侯连忙热情喊道 罗锋笑着和紫殿侯 一起步入接待厅中 宽阔接待厅内 有这一通体黑色岩石圆桌 圆桌四周摆放着一个个高大王座 这时候 正有着三人坐在王座上 分别是金羽猴 黑烟猴 以及一名通体笼罩在青色战凯中的高树男子 这高树男子 身高约在八米 皮肤呈现钢铁之色 双眸幽冷 嘴唇泛着紫色 即使高座在那里 依旧有着一股让人心悸气息 就仿佛那高树男子 整个人化作了无尽闪电 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而在高树男子身后 则是站着密密麻麻的不朽神灵 一眼看去 足有百人 第九君主 罗锋笑着走过去 特使 高树男子也走下王座 微笑走过来 二人彼此相识 都是面带笑容 按照虚女宙公司命令 我前五宇宙第九集团军 百万战士 天后特使拆遣 无感不从 高树男子声音低沉 就仿佛两块铁块撞击的低沉声 为什么拆遣不拆遣 都是为虚女宙公司 为我人类战斗 罗锋笑道 高树男子听了 不由笑容更盛 毕竟他堂堂第九君主 也是封侯级不朽神灵 地位也极高 所以听一个御主及九阶小家伙拆遣 心底总是有点不爽 不过罗锋这么客气 也保存了他作为封侯级不朽神灵 拥有的高傲 罗锋 我给你简单介绍下第九军团 那黑沙少女笑道 罗锋仔细聆听 第九军团 又称第九集团军 由一百个军组成 每一军 由一位不朽神灵 一百位介主 一千位御主 一万位宇宙级组成 整个第九军团宇宙战士 超过百万名 罗锋点头 前往域外战场的正规军 每一个军 足有过万人的 而罗锋的护卫军 却仅仅是一名不朽神灵 十名介主 一百名御主 一千名宇宙级 规模缩小到了十分之一 主要是 这属于护卫军 更加重置 所以 护卫军中的介主 各个都是介主巅峰 各个都是得到本源法则承认的 而去战场上厮杀的宇宙正规军 就不可能这么奢侈了 一个军 一百名介主 恐怕也就那么几个 是介主巅峰 而且得到本源法则承认 前五宇宙国的宇宙军队 是由一百集团军组成 宇宙战士过一 实际上 这么庞大军队 对一个宇宙国而言 压力并不算大 首先 前五宇宙国有上亿星系 就算自然发展 一个星系都能诞生一个宇宙级 更何况 介主御主为大群 前五道场开遍整个宇宙国 在教导情况下 前五宇宙国的宇宙级强者数量 平均是一个星系超过十个 总体就是超过十亿的 这么一算 宇宙军队过一宇宙战士 的确不算太大负荷 宇宙国内有着充足血液 可以不断供应 罗峰 这第九君主 是来自我虚拟宇宙公司 也是我虚拟宇宙公司成员 黑沙少女笑着介绍 以后恐怕会经常麻烦第九君主了 罗峰微笑道 应该的 高瘦男子看向黑沙少女 我们也是受前五分部军部管辖 特使如果有事尽管吩咐 谈不上麻烦 罗峰看了一眼高瘦男子身后的 一大群不朽神灵 高瘦男子健壮 低声道 这些都是我第九军团会下一百君主 部分来自迅宇宙公司 部分是来自潜无宇宙国 罗峰点头 按照之前看邮件得到资料介绍 潜无宇宙国的宇宙军队 一共是有过万不朽神灵担任军职的 而这些不朽神灵中 一半是来自虚拟宇宙公司 一半是来自潜无宇宙国 彼此混淆在各个集团军 以保证整个宇宙军团不会分裂 更何况 潜无宇宙国也不敢跟虚拟宇宙公司搞分裂 特使 不知道这次任务有什么需要我第九军团做的 高兽男子看着罗峰 不急 很快我会将详细任务过程发给你 罗峰道 那么我就等待特使你下达命令了 高兽男子微笑道 在这之前 整个第九军团对任务是一无所知 任务必须绝对保密 按照罗峰计划 就算是最后执行 罗峰也不可能将所有讯息都告诉第九军团 第九军团 只是他能用的一个资源 其字而已 时间流逝 罗峰透过虚拟宇宙网络 和公司情报系统那边联系 确认所要击杀1.2亿目标的详细讯息 而后就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 将这1.2亿人的详细讯息 所在的一些星球地点 告诉第九军主 一旦令下 直接封锁星球 进行瓮中捉鳖 务必要做到一个不留 全都吐露干净 下一步 就是要接触金角族群塔门部了 罗峰坐在虚拟宇宙羽象山原始区 自己装原书房内 看着眼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 显示了大量讯息 这都是金角族群塔门部讯息 金角族群和金角巨兽的名字很像 罗峰笑道 巴巴塔撇嘴道 金角巨兽是血肉类生命 星空巨兽的其中一只 而这个金角族群 根本就不属于血肉类生命 宇宙中生命大分类 可分为血肉类生命 金属类生命 智能生命 能量生命 植物生命 岩石生命 即使属于同一种生命 可长相 身体结构等等 依旧会有很大区别 如岩石类生命 有些族群长相就类似岩石 有的如一座大山 有的如巨石 而有些表面上 丝毫看不出岩石痕迹 乍一看 有的甚至于和人类一样 有的和某些血肉类怪兽一样 只是身体内部构成有区别罢了 好奇妙的种族啊 罗峰看着详细介绍 惊叹道 金角族群 属于岩石类生命的一种 长相酷似人类中的波拉族 至少从表面上 根本看不出区别 而实际上 他们吃的是泥土 橡胶 就算拉屎 拉出的也是一些晶体 巴巴塔不屑道 就算切开他们的身体 也仿佛切开一些合金似的 不会有丝毫血迹 更加不会有五脏六腑等器官 因为岩石类生命 天生都不需要呼吸 罗峰点头 金角族群 属于宇宙亿万族群中的 普通族群 实力太弱 人口又不少 所需要的疆域地盘较大 导致在宇宙中 实在混不下去了 所以就投靠人类 成为巅峰族群人类的一个 附庸族群了呗 宇宙族群 可分巅峰族群 强大族群 普通族群 弱小族群四种 之前的燕神族 是属于强大族群 金角族群 是属于普通族群 不弱呀 至少金角族群 有很多部落 随便一个部落派出的行动小队 就是一名封王纪不朽神灵 七名封猴纪不朽神灵 一个部落就这么强大 整个金角族群 还是非常可怕的 罗峰感慨 我说的弱 是相对人类而言 巴巴塔撇嘴道 你要明白 再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族群 宇宙中再弱小的族群 都不能小瞧 否则那些族群 根本不可能在宇宙中生存 早就被一些强大的族群 给吞掉了 就说这金角族群 据我估计 至少封王级不朽神灵 上百个 宇宙国王强者 也都有三两个吧 横扫强无宇宙国 没问题 罗峰点头 情报资料上透露的来看 金角族群的确能够 轻易横扫强无宇宙国 不过人类的巅峰势力 实际上都是聚集在五大势力上的 单单虚拟着公司透露出的势力 比如独立在原始宇宙外的初始宇宙 比如轻易镇压雪落世界 比如轻易制造一帮时空 人类势力的确深不可测 当然 他们仅仅只是人类的附庸 脏活累活危险活 他们上 好事喜事宝贝事 我们人类上 罗峰笑了 同时心中感慨 宇宙中族群生存的确不容易 金角族群那般实力 也就是只能当人类附庸 给人类卖命 以获得整个族群发展所需要资源 他们算好的了 一些更弱小的族群 连成为附庸的资格都没有 宝塔不屑道 直接被抓来 当成奴隶般去奴役 罗峰点头 也生出了一个想法 自己 也该成为人类立足浩瀚宇宙的其中一个支柱 让人类疆域内的1008宇宙国 无数人类们 可以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 当宇墨星号还在暗宇宙中 朝那红尘星赶路时候 一支神秘强大小队已经抵达红尘星 红尘星 一颗很普通的生命星球 在虚拟宇宙公司的一个住点内 豪舍通体金色大殿内 九名强者正分散坐下 他们的皮肤都呈青色 眉心部位都有着竖着的金色痕迹 而他们面前餐盘内都摆放着精致的 一个个或是条形化合物 或是圆形材料 咔嚓咔嚓 其中一名穿着黄金色战甲庆年 拿着一圆形金属大口大口吃着 赞叹道 嗯 这味道还真不错 这合金搭配的味道真是绝美啊 大家看一看资料 一苍老声音响起 坐在最上面的 全身笼罩在金色铠甲 只是露出一双苍老眼睛的老者 低沉道 这是人类 这次安排给我们的街头人 也是我们需要听命的人类的一些资料 卡什纳 你等会儿再吃 先看看这资料 是 老师 战甲青年点头 其他器皿不朽身灵 也都看下那投影光幕上资料 罗峰 战甲青年念导着 来自土著星球地球的一个年轻人 恒星即使参加虚拟宇宙公司天才战 顿时一鸣惊人 在一千零八宇宙国的无数爵士天才巅峰队决中 获得前十 进入太初秘境 哎呀 老师 这家伙挺厉害的呀 继续看 老者低河岛 哦 战甲青年乖乖看着 我靠 战甲青年一瞪眼 这竟然内部第一次资格战就冲进原始密境 属于人类数万纪元都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嗯 担任监察特使 嘿 这都担任监察特使五十年了 就没有一点新消息了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老者环顾四周 随即目光落在战甲青年身上 卡什纳 这次是应首领要求带你过来 不过 你仅仅只是借主实力 所以乖乖听 乖乖看 不要给我们惹麻烦 知道吗 明白了 老师 战甲青年点点头 可眼睛却滴溜溜转动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